画面上是由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召开的 2023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宣传记者会 对外公布12月23号这个卡斯超强的演唱会 将在市立体育馆登场 我们会有我们很强的主持阵容 分别就是由陈大天还有阿喜 还有陈若颖来共同来进行主持 另外也会有七组超强的卡斯阵容 也会在我们这场记者会当中来正式曝光 那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魁为11年 再度登陆我们基隆大型演唱会的安心亚 来进行活动的开场 那再来就是其实大家非常 我们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基隆 不好意思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嘻哈天团 也就是911会坐镇压轴 那此外也会有就是像我本人非常喜欢的 我们的铁肺歌后代艾琳也会一起参与 那还有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呢 年轻朋友少男少女非常喜欢的 我们台湾的男子偶像团体 例如说原子少年还有呢 女子团体未来少女也会一起来加入 我们的歌唱演出 那除此之外呢 也会有我们基隆本土的四丈钢琴家 也就是哲成 许哲成来担任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爱心大使 他也会在活动当中用他的钢琴来去感染 每一个人的这个温暖 票券的发放的规划将在基隆的一个七区的区公所 每区有680张 那演唱会的一个座位的总数总共有6100多席 那锁票的时间是从12月7号的早上11点开始 那票券是一个人线索票四张 那如果有剩余的票券 我们会提前在魅力基隆的FB粉专来公布 并且在活动的当天就是12月23号活动的当天 我们也会开放 如果有剩余的票券现场可以索取 因为以往的这个演唱会都是举办在12月31号 那其实全台湾各县市政府也都在这个时间会举办这个演唱会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把它提早之后 其实非常就是对于要瞧艺人的通告来说的话 其实会比较方便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12月23号礼拜六的时候 邀请大家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听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911 我们本土的这个嘻哈天团 然后一起来享受我们基隆最有爱的一个氛围 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把我们冬天最浪漫的这个下雪的这个场景 也会搬到我们市立体育馆 我们也邀请到就是我们基隆市农养福利协进会 还有脊髓损伤协会 以及猫咪TNR协会 还有基隆市自闭症家长协会 还有台湾可思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我们透过年终演唱会的这个市集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做爱心 我们也会把呢这个所得 把它用于呢关怀偏乡的儿少 还有憨儿培育 以及呢终结浪浪等公益计划 除了邻聚呢 我们社区的情感也可以传递温暖还有希望 关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表示 如果有剩余票券 市政府将提前在魅力基隆脸书粉砖公布 另外活动也将透过市长脸书 及魅力基隆脸书粉砖全程转播 记者黄少明 陈淑平 基隆报导